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介绍德国塔虎包 德国塔虎包是在欧系军规系列的军事背包里面 虽然也是很有名气的 包含德国的特警 英国的特警 法国的特警都有采用他们的包包 那它本身除了军事背包之外呢 也有包含轻便的热物背包 还有包含登山背包 还有长时间以防的大型战术背包都有 那它的背包呢 以军规德意志的设计来讲呢 就是由它们的特色 强固的包体 然后一丝不苟的设计理念 所以你要很清楚这个包包的特性 那在使用它呢 就会得到很多的乐趣 你可以去思考它这个背包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符合你的任务需求 或者符合你的平常的使用模式 它是很有趣味的 好 那今天来介绍这个呢 算是它们的经典款 因为它们有出很多这系列任务模式的这个叫做任务背包 那有经过许多的军景使用 那它的前一代呢 是所谓一般颜色的 那它的织带的不同呢 它是用织带的模式 那这款呢 算是最新型的 叫MK2 那它采用激光的模式来减低背包的重量 同时呢 它为了减低它的重量呢 它也将它的单数 从之前的700单降到500单 好 那韧度是没有变化 因为破坏700单的元素通常呢 500单也会破坏掉 所以是OK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MK2 任务模式的军事背包 37公升 好 首先呢 我们就看到包底 很标准的 四四方方 侧面 两条外挂的固定带 可以伸缩 同时呢 多一个把手 好 据他们讲说 当有需求的时候呢 救援人员很快的能够抓住这个把手 跟上面的把手 就直接把你拖行 或者是当你背着背包的时候呢 那旁边两个人 抓着两边的背包的把手 就可以协助你快速的逃离现场的环境 背部呢 很干净 一样 这边有一个把手 两条外挂固定带 然后这边有Morning 隐藏式的Morning 那德国的这款塔虎背包呢 简称TT 也是有著名的它的背负系统 但是它背负系统呢 一分钱一分货 每一个价钱都有不同的 算是更好的 那这个呢 算是 我觉得是入门款 基础款 所以它的背负系统呢 有一定的功效 但是你不能跟50公升 70公升的重型背包比 这个是不一样的 同时呢 德国在设计这款背包的时候呢 它是多用途的任务模式的基础型 基础这一点 所以呢 它基本上呢 可能是半天 或者是短期 或者是一日 当然你要超过24小时 72小时更以长的 那个几乎是另外一种背包的设计 这两个理念是不一样的 好 一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背面 呃 扣气的网带 那这个是做一层 可是呢 比较好玩的是 这个地方拆卸之后 你会发现这边是整个镂空的 那它的背包的背带系统是锁在这个包体上面 而不是锁在这个板子上面 跟一边要设计不一样 所以这个面是镂空的 增加透气性 然后呢 同时呢 也避免造成那个背包在强力拉扯的时候呢 会造成缝线啊 或者是绷断的情况 它的背包呢 这边都是用织带去锁在你的主体上面 然后呢 之后呢 这边呢 一样就有线可以做这个调整 然后呢 为了增加负重 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将另外一条负重带 好 将你的重心呢 可以更拉近你的肩膀 用你的肩膀去分散重量 在这个两边都有各一条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下面 它的锦重压 腰带 这两件腰带呢 这边呢 都有那个拉链 可以放东西 那它有一定的海绵厚度 好 这也是一定的海绵厚度 那这个是可以拆卸的 好 增加你的算是简便性 然后这边可以全部把它拆下来 这个也有那个魔鬼沾 同时呢 这一边呢 跟上面这一边呢 是完全相通的 也可以再塞一些那个小东西 比较轻薄的羽衣啦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 比较平面的东西 然后在里面呢 它一样有背板 透气的背板 然后加防水隔电 然后再加一条铝条 在中央穿过去 比较特殊的是 它这边呢 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所以说有些好的背包 它会针对你的背长来调整 那这个背包是没办法调整 因为价钱算很优惠 10P值很高 所以当你要注意到 当你背包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你的背长在哪个位置 然后呢 它的背带 放松一点 背带这个地方 好 是可以做调整的 所以当你背很长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背带放松一点 以让你的腰部 这个算是背包的底部 可以很牢靠的 跟恰当的固定在你腰部的位置 然后达到一个减压的效果 之后呢 再调整你的胸带 好 调整你的那个背包的 背带的长度 然后再调整你的重心 这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背包 好 那一样呢 算是蛮厚实的 有点像S型的一个 军规的一个背带的设计 好 上面呢 它一样是把手 然后呢 有两个多功能的任务 战术低环 好 记得前面也是有的 这一些模拟 你可以再附挂一些小东西 好 然后的同时呢 它这边呢 还有很多的 可以让你有天线啊 或者是有那个 水壶的出水口 好 那天线呢 是因为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 是因为 呃 它在里面 有做很多的模组化设计 那依据各个任务需求不一样呢 你可以装载很多的东西 达到一个 呃 多变化的一个模式设计 好 所以它在这边有一个 好 后面也有一个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边呢 也有一个 好 所以它设计了很多根 可以让你做 呃 不同的 变化 好 那接着我们看外观 呃 正面模拟 然后呢 塔塔包的Mark 在这个位置 刺绣的很漂亮 那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前面这个好了 它前面呢 除了Money之外 它这边拉链是可以拉开来的 手可以伸进去 放一些小东西 在这里这是第一个 好 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 侧边的背带 解开来 好 第一层袋子 拉开来 先把你们东西拿出来 这算是 第二个大主袋 好 第二层大主袋 好 这东西随便放了 不用管它 好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这边呢 有一些Money枝条 好 枝带 它可以装载你一些东西 然后从这边 有天线的 可以从这边穿出去 从这边穿出去 或者是无线电 或者是其他你想要 呃 拉到外面的东西 好 这边都是枝带 好 方便你可以装一些小东西 好 前面呢有一个袋子 好 那我们接着看它的缝线 嗯 一样都有收边 做得很好 这边呢 都折得很漂亮 好 那同时呢 这块布料呢 也是 应该算是很不错 那不像一边染的 它做得蛮厚实的 所以里面可能还做一点 防拨水的 防污的设计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好 那两个网袋 在这里 在这里 那空间呢 虽然也算蛮大的 几乎可以到 底部可以到一个手掌 上面呢可以到四个手指头的感觉 那又里面是蛮蓬的 但是它这边的宽度 我们可以来大概看一下 就像这个袋子容量是很大的 好 翻起来 好 在这边呢刚刚忘了讲 这边侧边的还有一个袋子 你看 在这里 好 那这个袋子呢 可以放比较长型的东西 从这顶部到下面 那前面呢是只能放这边 好 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记得这边 好像还有一个 好 没有 好 这个也蛮长的 可以 侧边 所以前面的就有一个 两个 一个大阻袋 大阻袋里面呢 前面还有两个 那个网袋 然后再来看下面 那这边比较好玩 是它多了一个防水 背包 遮的设计 在这里 颜色呢算是郎中色 同时呢 这边呢空间很大 所以说你还可以再塞一些 比较脏的衣服 或者是脱鞋之类的 应该它蛮大的 裤子可能塞不下 但是轻薄的雨衣 或者是一些 什么东西应该是OK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里面了 这是它的大流浪阻袋 那同时呢我们就讲过 一个背包好的背包 并不是什么呢 口袋特别多 而是你的口袋要做什么用 好 那最多它在这个背包里面呢 这个大阻袋里面呢 它的设计模式 你可以看到吧 整片的魔鬼毡 你可以认为你的需求 去粘贴各种不同 魔鬼毡的小腹包 那它这边呢也做模拟 所以你也可以挂载很多的东西 达到一个整齐的效果 的方便拿取 所以背包在这边就延伸到了 你到底是口袋很多 帮你分隔得很好 还是要一个大空间 然后让你自己去不痛的 不停的是装备你的东西 有可能下面呢我装睡袋 好 那你的那个 餐饮的那个锅具 你的帐筒 或者是外挂 或者是银钉等等 那同时呢这边呢 也有那个 可以挂水袋的地方 那我觉得蛮特殊的是 挂水袋的地方 它可能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当你挂水袋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腹包 会另外放 或者是什么 不一定 看你的任务需求 也或者说你呢 直接呢把你的水袋 好 用小腹包 不是水袋 水壶 用小腹包 放在这个位置 也可以方便 饮取 不见得都要做成 那个一个水袋 从后面穿过来 当然也是可以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将你的水袋呢 塞在这里面的位置 好 这边空间非常的大 然后呢这边 它本身就有做那个挂扣 所以你也可以装在这个位置 好 所以说 多功能 像我看它的需求说 它可以装 五公升以上的水 湖袋 或者是五公升上一个 饮用水 所以也有可能 它这个也可以当 呃 搬运的一个 呃 人形水箱来讲 好 因为它反正空间就是这么大 好 所以说挂在这里 就一个很大一个 可以装水的地方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只是两公升三公升呢 就直接装在背后 好 这边有挂扣 直接就把它勾住 这边就是 你可以放水袋的地方 然后水管呢 一样从前面 好 穿出来 很简单 OK 那我们继续看这里哦 那我刚刚讲过 这个背板拆开来呢 就是里面它这一个 算是 呃 强化塑胶背板 然后中间有里条 增加背包的强固性 那一样呢 这侧边呢 都有做 我觉得是防剥水处理 做得非常好 那一样呢 这边有它的mark 还有看了 印章 的盖章 看这里 这个塔巴达的mark 然后这边呢 有个小附带 所以说在他们设计上 这边小附带 可以装长条形的东西 那看了原厂介绍 这边是可以装 第二个水壶 或者是储水的用品 或者是其他的 看你的需求 然后再来 前面呢 一样它也做了一个 夹链带 这边呢 有个小带 这有个夹链带 在这里 这边一样呢 做反包覆处理 增加包体的强固性 所以说基本上呢 这个包是可以装很多东西 37公升 基本上 20公斤 25公斤以上 这个包应该就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 好 OK 我们再把它拉链拉起来 好 对了 我刚刚还讲掉一个东西 忘了讲 它的这边呢 有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先包包来试飞一下 我们要呢 把一些东西塞进去 把它包包看起来会比较挺 那也会整个让大家有这个操作的感觉 好 先把它打开来 塞个东西进去 把它压平 刚刚这包包你没有装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呢 你的旁边的外挂 外带固定带的时候呢 你也是可以把它当成压缩带来使用 来减少你的所占的空间 好 当然啦 我觉得美观也很重要 一个送跑跑的背包 不是一个好看的背包 好 把它扣起来 好 其实这个地方喔 可以装很长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扣距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个位置是蛮特殊的 蛮喜欢的 若是不是台湾没有所谓的十字弓 斧头可以直接挂在背包上面去录影的话 我觉得这个背包算是很好玩的啦 OK 把它拉近一点一点 OK 另外一边 先 很好 拉近 好 就来试背一下 一样呢 先把一些扣具 织带都给它放松掉 这样子呢 在测试的时候 这边也是有快扣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在紧急状况 解掉你的背包 好 现在都采用这种设计 不错 就是它的 解压腰带 可以拆卸的喔 好 它本身都很佛心的都有附 那个 支带的收缩 TOP 不错很好 我身高175 戴这个背包呢 刚好在肩膀跟腰部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背包是蛮符合 175的身长的人所使用 那当然呢 如果说你超过185或者是什么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肩带 好 的长度给调整 好 以符合那个背包的重心 刚好在你的完整的分布 在你的背部上面 好 厂上说呢 第一个呢 先确定你的背包 是不是在你的腰部 这个位置 好 这边因为我刚刚都放松了 所以有点跑掉 但是呢 通常来讲是大概 我的腰部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从这个位置呢 抓你的 紧压腰带 好 扣起来 好 拉紧 建议就是左右拉紧 OK 好 那之后呢 调整你的肩带 背包带 肩带 左右 这边呢 他还有做一个可以 比较好握的方式 直接往下拉 好 好 你的背包自然就很贴你的背部 有没有 好 放松一下 再来一次 好 解脚带我已经扣紧了 好 扣得很紧 之后呢 我要将我的背包呢 能够平均的重量分布到我的背部 好 所以呢 我要拉我的前面的背带 然后让他能够贴背部 那不要往前拉 是往下拉 哎呀 很轻松的就 敲整背部 而且都卡得很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刚刚讲过 那我要将我的背包的重心 好 调整更靠我的肩部 去用个往上拉的动作 好 给他做低一点 好 在这里哦 好 一样 拉 OK 啊 那整个背包呢 就非常的贴我的背部 好 可以看了 侧边 有没有 再把它放松一下 好 这就是重量调整 好 那我刚才背带呢 因为它是均用了S型设计 实际上已经蛮贴我的体型了 那我接下来呢 再将重量再往上提一点点 好 拉 有没有看到那个感觉 啊 那 通常背包打包的方式 越重的地方 又越要靠近肩部 所以它这样子呢 就有把你的重量往上提 所以我的肩部 啊 我的颈部 还有我的背部 上半段 然后呢 S曲线的背板 还有铝条 然后减压腰带 加到重量平均的分贝 我在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呢 在行进间呢 一样 要将你的 胸带扣起来 好 轻轻的拉 轻松 自在 舒服 它是7公升的容量 但是呢 装载这么多东西 我相信呢 它的重量能够 让你背负得很舒服 大家强调 大概是一天 或两天的任务 这个模式 那试用这个背包 是非常舒服的 紧急状况 胸带解开来 胸带解开来 腰带解开来 腰带解开来 背包的快扣解开来 马上就解决了 马上就解决了 来 这个呢 德国 TT 任务 MKII 37公升 战术 战术背包 Mardy Can 颜色的哟 再次强调 雷射激光切割 三面模拟 两个主带 大主带呢 有魔鬼沾加模拟 那第二个主带呢 也是有模拟 然后呢 有两个网带 里面都有那个 副带跟夹链带 好 上面呢 这边呢 也可以放小东西 侧边呢 也有拉链 把手 帮助有状况的时候快快速逃生 好 那你的两条外挂支带 低扣 好 外挂支带 低扣 肩带 长度可以做调整 减压腰带可以拆卸 背部透气设计 中间可以放水袋 里面也可以再放大型水袋 然后呢 那个重心的调整 那多功能的可以让你去调整你的那个 水的出现位置 或者是你的无线电位置 配合你各种不同的任务模式 当然你要插两支无线电 好 现在有很多是小队一个无线电 然后呢 组队一个无线电 装改两支 都OK 背包防水雨带 直接帮你附到好 而且固定住的 非常好 还可以装很多东西 记住哦 欧规的均系的强固包体 500尼龙丹 加上里面它的 据我感觉啦 它是有防波水的一个涂层 好 37公升 大容量 那又有魔鬼 沾跟money 满足你各种不同的需求 德国 TT 37公升 MK2塔塔包 进化版 5 205 3 2 4 5 5 6 6